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控波音787梦想型飞机存在结构性缺陷 最终可能导致机身解体 这加剧了这家航空巨头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据纽约时报周二报道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正在调查 波音工程师萨利普提出的最新指控 在一份冗长的回应当中 波音公司强烈反驳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对787充满信心 新指控出现之际 波音公司正处于困境 两周前在一系列有关飞机安全性的破坏性报道之后 波音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和其他高管 宣布将于年底辞职 卡尔霍恩表示 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的空中破洞事故 是波音的分水岭时刻 自此之后 波音的安全问题受到关注监管机构 也加强了对其生产流程的审查 新的吹哨人萨利普控诉称 波音787改变了建造过程 在其中引入了捷径 导致飞机机身的部分部件被错误的固定在一起 他警告说 经过数千次飞行之后 这些部件可能会散架 波音787的安全问题最早于2019年曝光 纽约时报当时采访了波音在南卡查尔斯顿工厂的 其他举报人 他们声称工人们被迫快速组装机身 而他们的担忧被忽视了 其中一名举报人 巴内特是波音公司前质量检察员 特别对查尔斯顿工厂的安全问题提出担忧 今年3月 在他对波音采取法律行动期间被发现死亡 一位法律专家表示 巴内特的诉讼可能会在他死后继续进行 新的吹哨人举报浮出水面之后 波音再次被迫为其安全记录和规程辩护 波音公司反驳称 萨利普的指控与安全测试的结果相反不准确 该测试发现787在需要保守的维护程序之前可以安全运行 波音强调一架飞机可以服役40到50年 萨利普的律师卡茨则告诉纽约时报 这名工程师向波音提出安全担忧之后 却被忽视和边缘化了 他说他被调到另一种机型777上工作 也发现了那架飞机的结构问题 对此波音回应称 我们将继续根据既定的监管协议监控这些问题 并鼓励所有员工在出现问题时直言不讳 波音公司严禁报复行为 来关注喜马会的最新消息 习近平北京时间周三下午在北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习近平着重强调了家国团圆 马英九再次提到九二共识 习近平强调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 习近平提出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 争利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为两岸同胞谋服指示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 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 持续为两岸青年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遇 希望两岸青年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同时对4月3号花莲海域7.3级地震表达关切 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马英九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因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致力振兴中华 另据中央社报道 马英九说最近两岸情势紧张 引发不少台湾民众不安 但他始终记得鲁迅先生说过 杜静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 敏恩仇 两岸如果发生战火 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马英九说他诚挚的希望 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维护两岸和平 确保两岸互利双赢 继续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拜登总统于周三正式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白宫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国事访问包括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新闻发布会以及随后的国宴 根据事前披露 拜登和岸田文雄在此次双边会晤当中宣布70多个项目 涵盖一系列关键领域 拜登周三上午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 并将两国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牢不可破 这是继安倍晋三2015年访美之后 日本首相9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岸田文雄此次访美正值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影响力的敏感之际 来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燕田稍早前的分析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一抵达华士顿特区 正式展开对美国的访问行程 这是继安倍晋三2015年访美之后 日本首相9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周二晚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吉尔 在白宫为岸田首相及夫人举行欢迎仪式 岸田文雄此次访美正值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影响力的敏感之际 拜登总统也希望借此次与日本领导人的会晤进一步加强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盟友关系 以推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 五角大楼在本周一表示 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AUKUS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正在考虑接纳日本成为新成员 而中国外交部则对此表达了关切 并指AUKUS此举指挥加剧亚太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实际上岸田文雄自2021年上任以来 一直在推动加强日本防卫力量的全面改革 包括通过新版安保战略三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可以发展防卫能力 并指示到2027财年将日本国防开支逐步增加到GDP的2% 根据计划,拜登与岸田文雄将与本周三在白宫举行双边峰会 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就一项军事指挥结构的现代化改革达成一致 此举将推动日本自卫队的重组计划 以及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合作方式 不仅如此,美日防务联盟也有可能在此次峰会之后实现一系列新的合作 包括共同生产含星型导弹在内的武器装备 以及在日本维修和维护美国军舰和其他军事设备 以帮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文雄在与拜登会晤之后 还将继续留在华盛顿特区 参加周四举行的首次美日非领导人三边峰会 白宫此前表示,拜登总统希望通过此次峰会 展现出这三个国家在南中国海争议问题上的团结立场 此外,岸田文雄还将在周四当天 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 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 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二在一次演讲当中表示 恐怖组织正在以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方式将目标对准美国 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午宴上表示 FBI正在努力防止ISIS-K等恐怖组织的协同袭击 ISIS-K是ISIS的一个分支 雷说,外国恐怖分子包括ISIS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 在声明和宣传当中再次呼吁袭击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犹太地区 他说,外国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在美国本土发动协同袭击的可能性 就像几周前我们在俄罗斯音乐厅看到的ISIS-K袭击一样 现在越来越令人担忧 10月7号以及随后发生的冲突将为未来几年的恐怖主义激进化和恐怖行动动员提供渠道 这一警告发出之际,专家预测ISIS将试图对美国发动袭击 此外,雷还说俄罗斯将目标对准对全球通信至关重要的水下电缆 雷说,俄罗斯继续瞄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 包括水下电缆和工业控制系统 自从入侵乌克兰以来 我们看到俄罗斯对美国的能源部门进行了侦查 更令人担忧的是 俄罗斯人并不在乎他们的网络行动是否会影响到贫瘾 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根据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最新数据 美国三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速快于预期 推高了通胀水平 并可能使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当中 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广义指标CPI三月份上涨0.4% 使12个月的通胀率达到3.5% 比二月份时高出0.3个百分点 道琼斯经济学家此前预计的月度增幅为0.3% 年度增幅为3.4%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 核心CPI此前一个月增长0.4% 比去年同期增长3.8% 住房和能源成本推动了CPI指数的上升 即二月份上涨2.3%之后 能源价格三月份上涨1.1% 而占CPI权重约三分之一的住房成本 较前一个月上涨0.4% 较去年同期上涨5.7% 对住房成本今年将放缓的预期 一直是联储认为通胀将降温到足以让其降息的核心 食品价格三月仅上涨0.1% 比去年同期上涨2.2% 其他方面二手车价格下跌1.1% 医疗服务价格上涨0.6% 该报告出炉之际市场紧张不安 联储官员对货币政策的近期走向表示谨慎 政策制定者一再呼吁在降息方面保持耐心 称他们还没有看到足够的证据表明 通胀正稳步降至2%的年度目标 根据期货市场定价市场 目前预计联储将于6月开始降息 预计今年总共将降息三次 周三联储将公布三月份回忆纪要 进一步阐述官员们对货币政策的立场 联储还预计服务业通胀将在今年全年有所缓解 但这一方面也表现得很顽固 剔除能源之后 三月份服务业指数上涨0.5% 年化增长率为5.4% 与联储的目标不符 视线聚焦美东 近日曾在纽约曼哈顿华部小学从事教育事业的吴小珍 急需捐胜挽救 吴小珍多年来一直接受透析 直到去年5月 他从一位去世的人那里移植了一个肾脏 但现在那个肾脏也在衰竭 他急需另一个 吴小珍为纽约市公立学校服务多年 曾担任华部130小学校长长达25年 该校位于曼哈顿第二社区 作为校长 他成功地将一所大部分学生来自贫困家庭 在学业上面临困难的学校改革成 纽约市和纽约州公认的表现最好的学校之一 而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赞誉 除此之外 在学校社区的许多人都记得 吴小珍还是911事件的无名英雄 在911袭击发生之后 吴小珍在曼哈顿的华部小学连续工作了三个夜晚 帮助那些无法被父母接走的学生们 吴小珍说 作为一名校长以及孩子们的代理父母 我认为这些是我责任内的事情 而当时的总统布什还曾感谢他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目前华部130小学的现任方校长和其他大约20人 都曾试图向吴小珍捐献肾脏 但他们未能匹配成功 吴小珍希望有人可以考虑捐赠肾脏 为他度过此次难关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欲卫生行美国花旗生 中国自由行 美国下单中国收获 花旗生中美陆陆通服务 八年信心满意保证 中港美专卖店提供专业服务 接受官网下单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